北京五区居家办公,等级景点全关,高校全封闭 2022年5月22日讯,北京本轮COVID-19疫情持续升温 本土感染者为基达1399例,涉及15个区 目前,已有5个区单位人员居家办公,全市等级景区景点暂时关停,在京高校校园封闭管理 网传,北京朝阳,一小区居民已在家隔离三周,但仍被要求拉走集中隔离 多居民表示不开门,但官方寄出防控新招,直接停水道逼居民离家去隔离 5月21日17时,北京市COVID-19疫情防控第341场新闻发布会通报 5月20日,北京新增58例本土确诊病例和12例无症状感染者 5月21日0时至15时,新增本土感染者33例 5月20日15时至21日15时,新增本土感染者63例中,有58例与近期发生的聚集性疫情有关 4月22日至5月21日15时,北京市累计1399例COVID-19病毒感染者,涉及15个区 其中,朝阳413例,房山374例,丰台243例,海淀154例,通州74例,顺义44例,西城30例,昌平16例,石井山15例,大兴14例,东城12例,门头沟5例,密云,延庆各2例,惊开1例 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14个高风险地区,中风险地区23个 同时,北京市等级景区景点全部关闭,高校校园封闭管理 官方强调,严格防控是为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 风控区人员严格做到,足不出口 管控区人员居家隔离,除核酸检测外 每户,每天安排一人短时出户领取生活物资,扔垃圾 风控区,管控区人员均要求做核酸和抗原检测,确保不漏一人 风控区,管控区居民均自封控 管控区第一、三、五、七天和满十天时分别做一次核酸检测 第二、四、六、八天做抗原自测 在京各高校严格校园封闭管理 对学生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 5月22日至5月28日 北京市等级景区景点关闭 各类公园按照30%限流 另外,北京五个区实行居家办公 海淀区全域提及管控 目前,北京市朝阳区、东台区、黄山区、顺义区 海淀区实行居家办公 自5月21日12时至5月28日12时 海淀区全域提及管控 区域内单位全部居家办公 却需到港的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要求家庭单位两点一线 除保障性如超市、医疗机构等等以外 所有室内文化娱乐、体育健身场所、培训机构等停业 商场等购物中心停业 餐饮机构取消堂食实行预约 各小区村封闭管理 24小时卡口职守 外人不得进入 网传 北京朝阳区南西原小区居民已在家隔离三周了 但仍要拉走集中隔离 小区群里炸锅了 不过 还有消息披露 直接停水倒逼 居民离家 推帖内容显示南西原4号楼居民群里的一则通知 现接到上级通知 小区居民全部转移到隔离酒店 初步定于今晚全部转运完毕 转运后 小区将会进行全面消杀 还提示要提前准备好 随时可能转运 群里有居民问 那家里有宠物的怎么办呢 有居民说 楼里有没有羊 谁告诉我 给个说法 也有居民坚决反对 老人有高血压 糖尿病 脑梗后一症 如果转运受不了折腾 肯定犯病 谁负责 坚决反对转运 集中隔离 还有居民更坦言 有本事就把我家门炸开 也有居民提示 集体拉走 更容易过程中感染 一转运 一群人坐在大巴车上 不通气 一个有问题的全车都感染 但是更多居民表示 不开门 还有帖文显示 北京疫情防控创新大招 直接停水逼迫居民离家去隔离 5月21日 有居民网上留言 深夜南西园的父老乡亲们 拎着大包小包 去隔离点 小区停水了 不去不行啊 2022年5月20日计时 有人在该提文下面说 是不去就停水 这么离谱吗 真是绝 用停水来赶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